今天为大家讲的电影是坏妆 女主艾玛是一位拥有天使般面孔的女孩 她和爸爸生活在一起 真可谓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小小年纪的她学习优异 拥有好看的皮囊 但是她的内心真的可怕的让人受不了 她可以冷静的看着一只猫 慢慢的溺死在游泳池里 内心没有丝毫的波动 其实那只猫的死正是她一手造成的 艾玛的心理素质异于常人 接下来的剧情让你目瞪口呆 在学校里 艾玛的同桌只是夸了一下 一个女同学的手表好看 艾玛在操场就故意把同学推倒 顺手拿走了同学的手表 然后可怜兮兮的说抱歉 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这一切都被老师看在眼里 爸爸大卫为女儿找了一个新保姆 保姆的手脚并不干净 当大卫走后 女儿看到保姆偷爸爸的镇定药片 女儿掌握了保姆这一把柄以后 任意的摆布保姆 学校里要为学习优异的学生 颁发奖牌了 艾玛和她的爸爸 都认为艾玛会得到奖牌 但是得到奖牌的是搭她的同桌 这让艾玛的爸爸很不理解 为什么不是自己的女儿呢 老师的说辞也很隐晦 告诉她 你的女儿虽然学习优异 但是她更适合拿奥斯卡 她的演技更加突出 大卫当然没有听懂 她这是什么意思 艾玛对同桌充满了嫉妒 她把同桌领到悬崖边 毫不留情地把同桌推了下去 警方很快找到了同桌的尸体 在葬礼上 艾玛表现得很悲伤 瞒过所有人 警方不久后就到达了艾玛的家中 因为通过了解 男孩死前只见过三人 艾玛就是其中一个 为了阻止他们的谈话 艾玛故意把杯子摔坏 爸爸为她包扎伤口 为了防止老师再找她 艾玛把屋顶的马蜂窝 放进了老师的车里 老师在公路上被马蜂 遮出了车祸 死了 从艾玛摔杯子的时候 保姆发现了猫腻 炸出了艾玛杀了同桌 保姆洋洋得意 以为这样就能操控艾玛 保姆在打扫时发现 艾玛同学的奖牌 他把奖牌放到了大卫的花瓶下 艾玛想拿回去 爸爸在镜子中发现了 爸爸想到了 艾玛看到同学拿奖牌时 黑暗的表情 他想要是真的是艾玛干的 一定是他的精神出了问题 为他请来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被艾玛哄得很开心 保姆继续威胁艾玛 扬言要当他的继母 艾玛把他关到仓库里 泼了汽油烧死了 爸爸不想让艾玛受牢狱之苦 说保姆是自己点烟烧死的 带艾玛来到郊区的房间 爸爸想要拿手枪杀死艾玛 但是又放了回去 这一切都被艾玛看在眼里 他要让艾玛喝安眠药安乐死 但是由于艾玛给他交换饮料 大卫自己喝了 艾玛想要用枪打死大卫 但是大卫对安眠药有抗体 睡得不深 大卫举起枪要打死女儿的时候 女儿大喊告诉邻居 爸爸要杀了他 爸爸被邻居开枪打死了 故事情节可谓是变态刺激 真的可谓是坏种 更多精彩 下期再见